感覺薪水滿高的 就進去賣乾的 高薪爆乾工時場 這是普遍大家對台積電的印象 但董事長劉德英則是霸氣認為 不願意值班的人 就不要進這產業 台積電不錯 看起來福利還不錯 工時場 可能台灣普遍的現象 聽起來應該福利不錯 可是我覺得工作是這樣 就是畢竟他們離的可能比較多 但是相對講他們也很辛苦 薪水高要付出的也多 12小時日夜輪值 有人能接受 有人動不了 高雄在第七夜中綱 三班制一樣得輪班 一班8小時 今年也展開真材 中綱今年公開招考243名新進人員 其中包含技術員以及工程師 現在考試日期定在7月29號 考生們都在全力衝刺 技術員和工程師平均起薪 落在3萬元到4萬元左右 中綱福利每年1萬6千元的 彈性福利金6千元旅遊補助 四節禮金加總5千元 還有生日禮金和結婚補助等等 而根據數據顯示 2021年非主管職的平均薪資 中綱高達236萬元 遠勝於台積電 也讓這一波爭財引發討論 你覺得自己體力可以符合嗎 還沒嘗試過 但應該可以吧 最重要當然中綱已經實施 接近20年的這個持股信託 我們也獎勵 鼓勵同仁 他可以來購買中綱的股票 成為他未來第二份的退休金 其實一般傳產像是台速集團 統一集團或是高科技產業 例如像是畢業生心目中的夢幻企業 聯發科 台積電 日月光等等 都要輪職夜班 第一波9年級生新生人 即將投入職場 這些都將會成為考慮條件之一 TVBS新聞連加1018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